主啊 别气了 气是自己那多不划算 谁想到皇上没来 还让皇后娘娘听见了呢 敬忠公公 敬忠 你给蓝翠放的什么消息 现在本宫唱曲被皇后听见 要罚贵十二个零钱了 不怎么着 你还想不起奴才吧 你是故意放错消息给兰翠的 自打凌云彻回来 您都快把奴才给忘了吧 你就这么不放心本宫啊 本宫心里 早就没有凌云彻这个人了 真的 你若不信 本宫发誓 别呀 瞧您这手 多嫩哪 这要在每个人心疼得多可惜呀 皇后娘娘已是迎击而亏的月亮 您这才是正要盛放的花孤单 别拿花匡为本宫了 又不是你去罚贵 贵又怎么了 眼下人家还在风头上呢 您该忍就忍忍了 否则能成什么事啊 君主 本宫只能指望您了 比爷爷 您指望我 奴才我还指望您呢 你说过 你心里有本宫的 奴才我心里是有您 可奴才也只是奴才 您得自己拼命往上爬 奴才才能拿着肩膀顶着您爬得稳稳地站住了 可本宫怎么往上爬呀 本宫现在 也爬不上去呀 一时爬不上去 您得看看周围的情势啊 眼下十二个心丧 皇上格外心疼淑妃 得空就去看她 皇后也一向与她交好 淑妃若挺过这一阵去 今后就更没您什么事了 那如何是好 淑妃这身子骨 轻轻推一把就没了 您不是一直也惦念着她呢吗 可别共亏一亏呀 是不然而是真的 不然以及你的女儿 你又再拒绝了 我们今天演讲十二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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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字 是真的很不熟的 避苦我自己的孩子 您有什么孩子 姐姐为石雅各伤心 自己身子都顾不上了 可总比我好多了 好歹 这孩子在你肚子里 一招降生 你陪过他哭 看过他笑 可我的孩子在哪啊 你的孩子 是啊 好歹 石二哥 在这世上活了一场 可我盼啊 盼 盼得我眼睛都直了 我的孩子却来不了了 他既来不了我的肚子里 更来不了这个世上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汤药的味道 姐姐姐一定很熟悉吧 姐姐一定很熟悉吧 只是 你怎么会有我的作胎药 我蠢 我蠢也是我贪心 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于是 于是便捡了你的药渣 也配了一模一样的作胎药 偷偷喝着 你也喝了 对啊 我比你喝得还勤快 却依然没有孩子 姐姐 姐姐停了许久 反而有了孩子 姐姐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做胎药没有让咱们怀使孩子 难道不奇怪 不奇怪 于是 我就托人去了宫外 拿着药渣和方子医看才知道 知道什么 皇后娘娘 难道也没告诉你是什么吗 皇后娘娘甚少喝色胎药 她能告诉我什么 好 那么我来告诉你 你和我喝了多年的 从不是作胎药 是必除有孕的药 我不信 不信 姐姐你看 这方子的药是不是有错 上面所书 出自京中几位名医之首 绝不会有错 是阿可 可怜的孩子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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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